你為什麼要拍我們啊 為什麼我們這些女生坐在那裡有錯嗎 為什麼要跟我們拍 一群民眾圍著拿手機拍攝的男子 不斷叫囂 口氣越來越差 色狼 不要以為你先拍出來 被拍攝的女性民眾大動怒 反嗆男子是色狼 晚上七點多 宮廟外面一群民眾舉辦活動 唱卡拉OK疑似人多喧嘩 加上多部車輛停在附近小巷 引起住戶反彈 拍照 錄影 雙方態度堅決互相提告 有時候真的是太吵 我們也是有請打電話請警方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發生雙方口角的地方 就在雲林斗六的太浩殿 創辦人就是中華民國嘉義行善團的 團長黃圖德 之前假借施法吸毒的宗教守法 性侵兩名女信徒被判刑346年 當時鬧得沸沸揚揚 而且民眾也質疑 宮廟還是違建待拆的建築物 將這個部分去做完查處之後 把它列為違章 那這個部分做一個列管後拆的動作 那同時另一部分我們也去輔導他 去做後續一個補照的動作 民眾質疑宮廟是違建 但卻還能正常使用 而且經常舉辦奇怪的活動 附近住戶生活大受影響 男子拿出驗傷單 指稱自己被數十人圍毆 頭部背部都有挫傷 現在雙方提告只能讓司法來評判 記者方中成潘欣怡雲林報導